俄罗斯廉价能源、德国工业制造、中国广阔市场,这是俄德中三角经济模型中。 德国经济能够持续繁荣的关键,而今这个商业模式正在崩塌。 一、德国工业正在遭遇灭顶之灾。 紧缺的能源、飙升的电价,让德国的工业企业面临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一项调查令人震惊,在能源价格上涨压力下,德国16%的工业企业计划减产,25%的企业已经减产,还有25%的企业正在减产,其中炼钢、玻璃、造质、化工等能源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 全球最大的化工巨头,德国企业巴斯夫在前期减产的基础上,警告将进一步减产。 欧洲最大的钢铁集团米塔尔表示,自9月第一期将无限期闲置为于德国境内的一座高路。 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来河钢铁厂,则直接宣布无限期停工停产。 拜尔、默克、朗盛、汉高等德国的工业企业大佬们都在遭受能源紧缺的暴击。 德国每年4万多亿美元DDP当中的2万亿经济附加值,来源于俄罗斯200亿美元的天然气供应,杠杆超200倍。 而今随着俄乌冲突后,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个杠杆或将断裂。 8月末,德国约定交付电价对标欧洲基准,已从从去年的90欧一路飙升1050欧,年底累计涨幅1067.67。 在能源和电价飙升下,德国CPI正创70余年以来的新高。 8月的CPI涨幅是7.9%,已连续6个月超7%,连续10个月超5%. 德国阿联研究公司甚至预测,今年的食品价格将上涨10%,7月末,IMF将德国2022年经济增长预测,有之前的2%下调至1.2%,2023年的经济增长,有之前的高于2%下调至0.8%,是所有第七国家中下调最大的。 为什么德国经济遭受的冲击如此之大? 因为德国对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 而随着俄乌冲突后,欧美对俄罗斯制裁的日趋严厉,俄罗斯作为反击,正在大幅缩减甚至完全停止对欧洲的能源供应。 就连德国副总理都说,德国商业模式主要依赖于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而现在这种模式已经失败,也不会再回来了。 二,德国有多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呢? 德国三分之一的石油和一半以上的天然气资予俄罗斯,德国也是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买家,每年支付的金额高达200亿美元。 目前从俄罗斯运往德国的天然气,主要有两个通道,一个是跨越波罗的海的北溪一号通道,另一个是途径波兰、乌克兰境内的陆路通道。 北溪一号当下已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陆路通道又因为和乌克兰、波兰关系的紧张,而让俄罗斯有所忌惮,所以在2011年北溪一号建成当年,与之平行的北溪二号就已开建。 这条总长1230公里,总投资115亿美元,年运气量550亿立方的新管道。 其实在2021年9月就已建造完毕,本来已具备数据条件,只等最后验收。 可却因为今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而暂停,让耗世8年建造,专攻德国的书记管道白白闲置。 俄罗斯为了反制欧美制裁,不断缩减对欧洲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结果却造成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暴涨,反而让能源出口国的俄罗斯大转特转。 而这又为俄罗斯军事打击乌克兰,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也就是说欧美没有制裁到俄罗斯。 反而帮了俄罗斯,9月2日,七国集团和欧盟表态,决定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实施限价,其中计划限价而出口石油为每桶44美元。 现在石油市场价约每桶90美元,以打击俄罗斯通过卖高价石油,获得军事资金的能力。 随即俄罗斯以技术故障需要维修为由,全面停止北溪一号的天然气运输,且未提及恢复时间。 结果是什么呢? 欧洲天然气价格进一步暴涨,重要的是还无其可用,这里面影响最大的就是德国。 俄乌冲突没有让乌克兰崩溃,也没有让俄罗斯崩溃,反而看似毫无关联的第三方德国掀垮了。 这确实超乎所有人的预料。 其实德国模式崩溃的另一关键在于中国。 三,自2016年起,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德国头号贸易伙伴, 并连续五年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从2000年至今,德中贸易额已经递增了十倍。 从当初的200多亿美元,增长至去年的2450亿美元。 其中德国的支柱产业汽车业对中国的依赖优深。 大众的40%,宝马的24%,奔驰的26%汽车都卖给了中国顾客。 其他如机械、化工等德国的优势产业,同样对中国依赖严重。 过去数十余年德国经济持续繁荣,历经2000年互联泡沫破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2012年欧债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后仍屹立不倒。 巩固并提高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地位,秘诀就在于俄、德、中铁三角商业模式的运行。 从俄罗斯进口大量廉价的天然气石油等能源,借用中国强大的供应链获取商油产品,在德国加工制造成高质量的商品,在批量的出口至中国,赚取具有外汇。 在过去默克尔时代,德国政府深安俄德中三角商业模式的利害关系,并一直力求在期间寻找平衡,无论是2014年的俄罗斯克里米亚危机,还是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及更早前的涉台等问题上,默克尔总能从中斡旋,并维持这种商业模式的运转。 而今这一切都变了,据默克尔离任还不到一年时间,关键节点是今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 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随即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美国家,纷纷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除了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军事武器和培训外,还不断地加码对俄罗斯的各项制裁。 俄乌冲突的背后,实质上是一场俄罗斯和北约的代理人战争,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德国。 其新任总理舒尔茨不仅没从中调停,反而在选民的压力下,频频向俄罗斯施压,终于惹毛了普京,也就出现了当下断气欧洲,推涨能源价格的结果。 那边得罪了俄罗斯,断了低廉能源的供应,而这边却又试图招惹中国,也不怕丢了广阔的市场。 俄乌冲突后,中国一直保持中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美却抢逼中国跟随制裁俄罗斯,并把中俄化归非民主的专制国家,和甚至还为美国马首是瞻的协助围堵中国。 2021年12月,德国巴伐利亚号护卫舰驶驶入南海。 这是德国军舰20余年后首次驶入南海。 8月15日起,德国陆续向亚太地区派遣多架战机,高调参加美国主导的急速太平洋多边联合军演。 8月至9月,德国将参加由西方主导在亚太地区举行漆黑行动和卡卡都两场军事演习。 10月初,德国还将与新加坡执行联合飞行行动,并对日本和韩国进行短期访问。 德国正被欧美白左势的民主价值观挟持,全然不顾自身利益得势,没了穆尔克时代的稳妥外交,而变得激进貌视。 万万没想到,俄乌冲突中的双方还在坚持,反而八杆子打不着的德国率先崩了。 这也成了俄乌冲突最大的意外。